我可以可以看看 拿过来 我这些性格可及了 大哥 但我心眼可好使用 我性格及 你讲话我不会交人 我心眼太直 太直 有啥想说 我看看啊 相亲现场 大姐的行为 直接给大哥整无语了 哪有遗上来 就先巴拉大哥拿的水果呢 把爽朗当借口 干那小气事 看买的水果 到底是好又不好 我当然拿的还行他呀 拿牛百了 是不是拿过 买点泡辣回来的 太小了 那么做的 人没走 那就翻动了好不好 人家拿个水果就行 先看吧 好坏 那挑选吧 老铁们 今天的相亲可太有意思了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王凤芝王大姐是吧 是吗 这么快呀 今天来相亲的女主角 您叫王凤芝 王大姐今年52岁 离异多年 每月工资3000块 有个八十瓶住房 别看咱们大姐才50岁 人家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祸害了两个老头以后 大姐又盯上了第三个 就这么一个 能让我比较心动一点的眼睛 叫王凤芝霞了 感觉第一次挥丝 都说八十地瓜 我只爱吃八十地瓜 大姐说的这个大哥 今年58岁 两个月前刚向了一次亲 当时大哥在节目里做的八十地瓜 瞬间俘虏了大姐的心 虽说吃货属性大爆发 但是大姐并没有被美式迷惑了心智 就唯独就是说 这也是场相吧 就是跟十几年龄好像有点不符似的 那你看我五十三 我五十二 我五十二 你说我在这边肯定是妹妹 那是谁的 大眼神能看我是他妹妹那种感觉 那肯定是 在大姐心里 这大哥长得属实 差强人意 大姐你可真是乌鸦笑诸黑啊 你贬低别人还没望 抬高一下自己呢 咱就说 您长得就跟五公子似的 哪来的脸说人家的 说起自己的钱半辈子 就是两个字 难受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第一任丈夫家庭重男轻女 让大姐受了不少苦 从初不就封建嘛 就是要男孩嘛 你家老大生这个姑娘嘛 我心里要老二 就是心里不就是小子嘛 就是没生下大伙子 还是孙女 你要学习给你生孙女啥证 生给你生孙女啥证 哎呀孙女小 孙女小孙女私女我都愿意 这你家老二一叫生 一来到阴天 一听一看小姑娘 转身拧车就走了 两条茶都 转车就走了 受不了这样对待的大姐 选择了跟第一任丈夫离婚 这刚从火坑爬出来 马上又掉进了第二个火坑 大姐跟第二个前夫 算是白手起家 两人开了个钢铁厂 经过打拼 两人的日子那是越过越好 可惜的是钱多了 感情却变淡了 相亲现场 大姐的行为 直接给大哥整过语了 哪有遗上来 就先巴拉大哥拿的水果呢 大姐跟前夫日子越来越好了 前夫也想着享受生活 于是便想要买辆车 他要买车要换车 你家现在开的车吧 就是几万块钱车 他要买四六七万块钱的车 他买车目的我是行好了 他的心这个车吧 开开开开新车 他打算给他儿子 很似的 他一心直接给他儿子买车 我肯定不能让吧 他有他目的我都知道 就这样 为了不让对方儿子 侵占自己的钱 大姐选择离了婚 自从离了婚 大姐觉得 这有钱有钱的日子 也太爽了 可大姐还是想要 找个男人一起过 六四网吧 就是 就是你条件 好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想嫁 我也不想走那步 就是 六四网吧 就是你条件 再好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有的女人 哎呀他有钱 你条件好就行 我不得 我只要不要不一样 就是过六四 你就是你再有钱 咱俩没有约 那你说你的自我标准 什么年龄 我知道了 六十岁以上肯定不行 六十往下还可以 那还有啥自我要求 嗯 你大哥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相亲还没开始 这场相亲 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另外的一半 全看大哥咋想了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大哥在超市 精挑细选了一兜子水果 就上了门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哥才刚进屋 大姐这边救出了妖娥子 我直呼好家伙 感情上次大哥相亲 是蒙个面相的美 你早干啥去了 你说我们节目组 有美颜我们都认 毕竟你现实 也比电视上老啊 你看你长得跟 癞蛤蟆变异了似的 把你自己当小工举了 怎么的 那对我啥样吧 一会吃饭的表现 看我 是拿我当 当小公主供下来 那个脑壳啊 还是说就是 就是一样 就是这个家承担起来 就是你责任 他各方面都一样 我不能拿你当小老妹 似的 那就那就不谈了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还真这么想的啊 虽说大哥长得 不是那么出众 但配你那是绰绰有余 可大姐不这么认为 她自认为自己 比大哥高一个档次 如果大哥不能把自己宠成小公主 那这场恋爱不谈也罢 不过这个大哥可真是个实在人 当听到大姐喜欢自己做的拔丝地瓜 二话不说 就去了厨房 给大姐做起了拔丝地瓜 眼看着大哥做好了饭 那就吃饭吧 结果大姐接下来的行为 让大哥都猛逼了 大姐居然直接翻起了 大哥带来水果袋子 相亲现场 大姐的行为 直接给大哥整无语了 哪有以上来 就先巴拉大哥拿的水果呢 把爽朗蹬起口 干那小气事 真是老太太钻背窝 给爷整叫了呀 说你是个奇葩 都是在侮辱奇葩 就你这样的行为 属实不是正常人 能干出来的事 本来大哥看到这个相中自己的女人 还挺开心 也对大姐演员不错 结果大姐这个行为 大哥当场就急眼了 看买的水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大哥拿了还其他呀 拿明白了吗 是不是拿了 买点葡萄回来的 太小了 那样做的 人没走 那就翻动了好不好 要拿个习习就行 先看看好坏 你瞧瞧 真是太多这么了 白马去哪 谁能说的话 咱们可以做菜就干那么强 你去到亲家出门 他快点哪 你这边来吃 不要挑扇子 这个不好 那不好 都能干得出来呀 但是大姐不是那个意思 大姐的意思是啥 是说她想看看你跟她是不是对 结果大姐听到大哥的话 不利了翻个水果兜子算啥大事吗 她还选色当公主呢 而且她还惦记着大哥的公司卡呢 咱俩真是有缘走在一起的话 你看这个卡这个钱怎么进文化 反正我认为就是要是要像你说是能走在一起 那公司就是一家拿着点放在一起 火 这样会像个家 一家拿出来的 对呀 那你现在能像一家人呢 是不是 那你说你画你我画我 那不像一家人 那不各扯各心眼 那没啥意思 大姐她是做梦都没想到啊 这个男人居然好意思让自己掏生活费 但大姐是谁啊 能屈能伸 她表示自己可以出生活费 但是只能拿出一千块 但是作为交换 自己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 就当你把你放在一起 谁又谁去拿呗 是不是 那方便 爸爸刚才说的 我不怎么太认同 挣到金就是那 十个女的 都有九个女的把钱 我都在营养她赚出来 你看我四个村子 你看我像秋千的人吗 咱们说是 秋林花钱的人吗 咱们不是 你这都信不着我 我还跟你在一起个孩儿 是综合来看 综合来看这方面也不行 过不了这关 我孩子那句话 就是一开始吧 你要我先把了 后期完了在那啥 一开始你都不让我当小女人 都不让我有舒服感 幸福感 我哥哥那时候干啥呢 是我找你 那我找你哥哥还找你呢 别看大姐长得老是芭蕉的 但是行走江湖 那全靠她那张嘴 提起钱 她那嘴好像是那无地炮似的 说起话来比谁都狠 我要的不是钱 我只是想看你对我的成心 给我钱就是有成业 没钱的那我当你在放屁 可惜似的 大姐光想了怎么搞大哥的钱了 丝毫没在相信钱照照镜子 最后两人相亲没有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众老年 相信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